經過法醫的判斷 死者是死於不當的墮胎手術 流血過多而死亡 當然原本她是懷孕 在肚子裡的胃胎也已經沒有了 而在惡法現場是一間無牌診所 在診所裡只有唯一一個主診醫生 在裡面做護士的就是她的女兒 在警察去到的時候 她的女兒和主診醫生就已經離開了現場 可以說是潛逃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肯定 死者一定是死於潛逃了的無牌醫生手上 即是死者是死於一次失敗的墮胎手術 流血過多而死 過了幾天之後 這個醫生由律師陪同的情況下 就向警方自首 到這裡相信大家會覺得 這件案是鐵證如山的 很多人都細想不到的就是 幾個月後電台突然中止廣播 宣布這件案審訊完畢 而審訊的結果竟然是被判無罪釋放 而審訊的結果竟然是被判無罪釋放 結果竟然還在判注 也見了 最後多竟然是天成的